第二十七集,我不敢回头看余怀,手里拿着手机不断的继续往下刷,可是我已经看不见他们发的都是些什么东西,余怀就躺在我身后,他的手搭在我的腰上,没有在说话,而我只听见了不断被放大的心跳声,此起彼伏,我可以感觉到,这其中也有余怀的。 其实今天晚上的碑里之行,算是解开了我的一个心结,大学四年里没有余怀,但是回忆里,那四年是由对于余怀的期待与想念所架构起来的,那些年我在学校里的生活都是余怀,这个学长的背影和余怀有几分相像,那个人的笑起来的时候也有白闪闪的,小虎牙,哇塞那个人好猥琐,余怀才不会这样,如此反复。 不厌其烦,现在的我和余怀同卧共枕,虽然平时说起这些进一步的事情,时都是玩笑打闹或调侃,但是现在,余怀手掌传来的温度,彼此快速的心跳和紊乱的呼吸声,足够是26岁的耿耿意乱情迷。 我正犹豫着,要不要转过身来,余怀却一把夺走我的手机,干嘛,我正看丁字吐槽一家抄袭我们的影楼呢,我吓一跳,转过身去,余怀把手机按面,绑在他那边的床头柜,不许玩手机,一脸认真不由分说。 现在余怀看我的眼神跟平常不一样,没有了平时的几分笑意,倒似乎多了点,凶了,从来就胆小怕事的我瞬间就被他护住了,现在的耿耿已经26岁了,不是傻白甜的草莓天使什么都不知道。 我知道的,余怀的眼神是什么意思,勇气渐渐的来了,我慢慢直视余怀的眼睛,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耿耿,余怀突然念出我的名字,两个人面对面的侧躺着,我紧张的捏着背脚,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,余怀深呼吸了一下,伸手把我按平在床上,他的上半身压附在我身上,一手撑着枕头一手按住我的左肩, 就这样居高临下的看着我,我侧过头却不敢看他,他此刻的眼里满满都是我,我无法抗拒这份柔情秘义,但是我也在这份柔情秘义里无所适从,后来,我只感觉到炽热的唇舌,我不敢睁开双眼,当所有感官都被深爱的人调控的时候,我也只能闭上双眼。 余怀的亲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,他纠缠于我的唇舌,呼吸一见急促,当我无法自控地将双手还上他的脖梗时,他温热的手一叹,入了我的衣衫。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样的余怀,我们以往的每一次亲吻拥抱,都是点到极致,故此我从来没有感受过此刻的余怀,带着些许颤抖的,或更炙热的余怀。 耿耿,你怕我吗?余怀把埋在我怀里,的头抬了起来,颤抖着声音,想是极力压抑着什么? 不怕,我也不知道我的声音,居然是这样沙哑的。 余怀撑起身子,亲了亲我的唇,说,等我回来,别睡着,然后下床穿上风衣快速地出了门,速度之快令人炸舌,他,应该是去买那个了吧。 嗯,走这么快,看来鱼也没骗人,可嗯,他是挺激荡。 后来,回来后的鱼也再次证明了我的宫典,那个,他确确实实是挺激荡。 第二十八集,要不是丁子打电话给了,我回报工作情况,我可能就睡到天昏地暗了,迷迷糊糊地被人抱在怀里,迷迷糊糊地不知道手机在哪儿,只能任由他响啦。 余怀伸手把我手机拿起来,勉强撑开一只眼睛看了一眼,丁子,他轻轻拍拍我,耿耿,丁子电话。 我好不容易撑起身子拿过手机,但是还没按接听呢我就看见了,余怀是落得上半身,突然我意识到了点什么,快速转身盖好被子再接电话。 丁子按照往常跟我汇报每一项工作的进度,我心不在焉地听着,余怀似乎对我挣脱他的怀抱有点不满,把手伸进被子里,把我一把捞过去。 我不敢动,毕竟上次早晨的尴尬让我终身难忘,可是我不动,不代表余言不动,这个小人居然趁我接电话,在我身上上下起手,我刚想拍掉他不安分的手,可是想想, 昨天晚上该发生的都发生了,这个时候故作矜持似乎有些矫情,但是,天真如我,不安是傻,不知道这个世界上,有种人的名字,叫变本家里的余怀。 突然我就想起了昨天晚上余怀回来后脱掉绷衣和上衣,是我直上半身定直着闯来,他说耿耿,我回来了,那个时候肌肤相贴一乱情迷,但是那一刻我就想着,余怀及时一直还欠我一句,我回来了,现在不上了。 虽然是这样儿童不移的场面,钉子续续叨叨的说完,我看了看时间,嗯,还能睡半个小时,果断把手机丢一边,转身把头埋进余怀怀里,耿耿现在需要休息,耿耿,余怀的声音从头上传来,耿耿,那个,还难受吗? 突然我脑袋就炸了,昨晚上,啊啊啊,还,还好,我继续睡,我什么都不想面对,余怀叫我躺好,然后他锁进被子里了,这是要干嘛,耿耿需要休息啊,余怀,别,我下午还要工作呢,被子里慢慢的传来余怀的声音,他慢吞吞的说,我再帮你看看有没有好点,我怕你难受。 不用不用不用,你出来,我尴尬到想死,余怀出来的时候,脸跟个有机番茄似的,也不知道什么呢还是他又胡思乱想了,耿耿,你,那个,下次还是疼的话要告诉我,我,我怕我急了,非常好,余怀一大早满脑子麻辣烫,呵,你也知道你急了,还进玉戏,进个屁,可是胆小如我,只能在心里默默吐藏。 好,现在生活中,还是要失识污点去浮的余怨的以为之下,日子才会好过点,毕竟,跟比自己聪明的人斗志斗勇,结局肯定会很惨烈。 你,以后慢点就好吧,应该,余怀红着脸点点头,好吧,我承认,我真的太喜欢太喜欢了,太喜欢,这个叫余怀的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